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1点钟左右跟今天早5点钟左右 高雄又下了好大雨 使得10分钟的雨量高达20mm 所以现在高雄市政府是宣布今天要停班停课的 刚才我跟高雄市的代理市长许立明市长来通电话 他说这一波的气象的报道虽然说有好雨 但是没有想到比预期当中还要严重 那在上个周末的好大雨的时候是一小时 这个是100毫米 在这一次结果是变成有10分钟就有20mm的情况之下 是公离的状况使得机雨量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可能性 使得高雄市积水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市区现在已经积水到这个车辆行经都可能会比较有安全之余 所以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呢 许立明他这个副市长呢 这个非常有决断力的宣布要停班停课 那当然可能很多的居民是早上才发现昨天半夜的雨势是这么大的 现在高雄市府的救灾的团队救灾中心以及相关的救援机构跟救援的工具都已经来到现场 要想办法去退水 那这种气候上的这种情况实在是为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要捏一把冷汗 那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当然要更提高警觉 那对于我们这个气象变迁以及地球的这个演化 要有相当程度的心理的准备跟实质的防御 接下来呢来跟各位报告今天的节目的安排 软实力MIT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隐藏在的YouTube点阅率背后的真相 就是从这个柯文哲的所谓一日幕僚影片呢 这个点阅率可以这个是创下一天呢就有这么高的一个点阅率啊 那很多的内行人士其实是怀疑的 所以呢许怀中教授也就是冯甲大学的大数据中心副主任 许怀中要跟我们谈的是从柯文哲一日幕僚的影片 谈YouTube点阅率是不是有造假的可能 YouTube当然要对他们的点阅率啊 要有实质上的验证跟检验 原因是因为YouTube它是要付广告的 这跟跟YouTube的这个基本的利益是有关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 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这个来好好的来讨论啊 希望大家是不要这个掉以轻心 也不能够被很多奇怪的这种这个四真四假的新闻啊 给谎骗了就跟这个在脸书上面 有一则这个社区媒体所传的一则消息 LINE的语言说什么云报战车啊 这个蔡英文总统所乘坐的这个战车上面 所有这个实枪实弹 其实正常的人大概都知道不是事实啊 可是怎么会有这种谣言出现 这个谣言只是为谣言而谣言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政治目的啊 那国防部说是要去提告 但是他先是放在是脸书上面啊 那到底脸书会不会在提告的时候提供相关的这个IP啊 或是帮助啊这个来查查这个脸书的啊 这个是就是他的他的主人啊 这个是谁啊 那这一点恐怕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存疑的 那究竟查得出来查不出来啊 这一点啊很多人是觉得有一点困难 但是即使是困难恐怕也要防止这样的状况 继续的这个恶化下去啊 现在全世界都有假新闻啊 谣言啊这个跟真实的现状相冲突 而且呢会造成国家安全 更别讲说只是个人的损失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在法律的处理上面啊 是不是可以这个能够接续的来做一些管制啊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那昨天呢有一家报纸的设论呢 是用823炮战呢 这个来谈蔡英文总统做云豹装甲车 其实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一个一件事情啊 那不合理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种状况啊 就是你把他这个鸡腿啊比这个青蛙啊 或者是橘子啊跟这个芒果比啊 那823他只是一个日期啊 那说这个蔡英文不去参加823炮战纪念啊 那天你知道去的人是谁吗 是精神错乱的马英九啊 那马英九你的那个国民党的那些啊 这个先贤好了 不管是蒋介石蒋经国或者是啊 这个曾经担任过参谋总长的郝博春啊 国防部长的郝博春等人 当年823炮战这个想要把台湾给吃下来 要这个血洗台湾的其实是共产党 那现在的国民党马英九等人又跟共产党握手 他一辈子叫我们反共 然后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战争 我们小的时候被所谓823炮战的这个 他的骗骗这个钢板啊 袭击金门时的金门人惶恐无穷 最后823炮战成就了金门的碉堡 那这些故事都在我们的新闻报道 跟国民党所制作的洗脑的资讯当中 等到一旦他们失去了政权之后呢 从连战开始2005年要所谓破冰之旅 就开始跟共产党握手 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就开始不反共 用所谓跟亲中九二共事 甚至于后来一中框架 一个中国要在台湾打败他的反对党的 这个民进党要把夺回 他认为这个美好的宝岛是今天的果实 是他所栽种的 这个时候他的823的血海深仇 居然变成了只是要纪念和平相处的一个借口 而就在这个时候 马英九为什么不去要求对岸撤除飞弹的装置呢 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国防部其实公布了 中国在各地进行统战 甚至于就是对台湾有2000多颗飞弹的这个报道 那他们有看到吗 这家社论的主笔 你们眼睛 这个只看到一个云豹装甲车的一位总统在看灾 而不是全程都在坐云豹装甲车吗 我必须说了 当时蔡英文总统坐云豹装甲车 当然他第一时间的考虑 确实不够成熟 我不知道这个嘉义县政府是谁来建议 当时要到那个比较这个定点去探访这个灾民的蔡英文总统 那一段路由于要赶行程 所以他们说好吧坐车 那就上了云豹装甲车 那这个不是什么大肆恶不色的大罪 但是在政治表演秀 或者说一个同理性的感受当上面 灾民们有这个非常愤怒的回应 其实也是正常的 这就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才会有这样的情形 也才会有蔡英文总统回到现场 然后居民又开始欢呼相谈甚欢 甚至于蔡英文总统当场可以要求救难者提供便当 餐饮等等的状况 这就是台湾 那可是在做社论评论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评点良心 把那个60年前的823 跟这一次的823做比较 其实是这个不伦不类 是隐喻失忆 而且是不厚道的 你可以批评蔡英文的救灾不利 或是批评蔡英文的团队碰到极端气候 他们就算倒霉也好 他必须这个概括承担 但是把那个823跟这个823来一起做非常有遏制目的的这种相推比 其实就失去了一个社论主比应该有的格局 跟应该有的一个这个所谓玉石之笔的品位吧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亚运呢 这个的金牌也越来越多了 总共进账是12金12赢17桶啊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棒球赛当中 我们打赢了韩国队 引起了非常多的注意啊 那在这个南韩队 他们这个伊正埃豪森宗啊 我们的中华队还被认为是这个是比较业余的一支队伍啊 而且他的成军的有一些成员其实是非常这个是多的 是老将啊 这些老将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当中 当然还要持续的开打 不过第一场就赢了南韩 当然大家是觉得非常的开心的 特别是龙州队啊 我们居然还是领先中国得到金牌啊 我觉得这一点更是这个不可思议 好昨天呢在放言上面有一篇魏国豪先生的文章 他写科批认同卡的另类解读啊 我觉得他写的还蛮好的 这个这个头给大家看 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想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啊 就是说啊这个他说 科批不愧是政治创业者 不断的抛出话题引领潮流 这也很符合他的杀鱼理论 当一个议题还没有炒热 立刻丢出下一个议题 让媒体网民疯狂追逐 这样就能够成功掌握 议论主动权但是有别于以往认同卡啊 这个近期内最火红的一题大概就是他的这种认同卡 但事实上他的这个认同卡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失败的 那嗯这个台湾黑熊认同卡 天后宫认同卡 导盲犬认同卡 那科批认同卡 这个似乎就没有那么多 这个呃在他们面前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那但是呢认同就是支持理念了 而银行发行的认同卡 本质上就是一张信用卡 只不过是这张信用卡 可以啊这个诉求进行帮助 例如银行用认同卡的消费金额中 提拨特定比例捐给特定公益协会 那你就会去啊那刷卡顺便做好事 就是认同卡的卖点 反过来说会支持某些理念的人 可能就比较这个去申请相关的认同卡 那现在科批要认同卡 表示柯文哲的理念要这个呃是呃接受啊 呃不是非我族类而不可否认 这张所谓科批认同卡 罗列出来的理念呢 大部分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 至于可行与否 先放一边 光这个可这个来讲 是呃这个呃 基本上来讲 那当然了 就是呃来使人受到抚慰 那可是问题是说 他的隐忧是 其实不是没有人想过 更不是没有人用过 而是呃自以为自己居然可以盘天 这个呃 盘古开天 台湾民主化以来出过的政治明星不在少数 那像陈水扁总统啦 马英九啦 甚至于最近科批刚刚去牵手的宋楚瑜 在他们声势最高的时候 也没有听过他们说出候选人要签所谓的认同卡 才要帮忙站台 而这个道理很简单 不管认不认同 其他候选人想找你站台 当然是想沾你的光 但前提是你要有光 别人沾才会有事啊 可比很强没有错 那但是呢 呃这个呃 干嘛要先自我审查认不认同呢 签字画压才让别人站台 这不是很奇怪吗 如果这个动作不是要切割 不认同自己的候选人 那就是只有另一个解释 就是要找自己人 也就是签了这张认同卡 等于是自己的盟友 可是人气这么高 还需要找盟友吗 那所以结论就是不禁让人怀疑 科批的网络声量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结论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这跟我们等一会儿 跟许怀冲教授所要讨论的 这个非常严肃的题目 这是一样有关的 从克文哲一日幕聊一篇 谈YouTube点阅率是否造假 8点9点我们要访问 来谈高雄的与世的状况 以及访问孙明德教授 谈中美贸易战所影响的国际经济情势